欢迎您持续锁定Focus世界新闻 我是李作恒 首先带你来关注是 美国的大选首场的总统辩论 过去一个星期了 而美国总统拜登 是首度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他坦言自己表现不佳 但是强调说辩论的结果 不能够抹灭自己 三年半的政绩 美国国庆日 各地放烟火庆祝 总统大选辩论后的余韵 也依旧像放完烟火的火药味 一样浓 美国前总统川普 打高尔夫球时被拍到 再酸对手拜登辩论时向丧家犬 还有假装是因为行程奔波才累 也自信表示 他已经把拜登踢出去 另一边 总统拜登辩论后 首度接受媒体专访 再度坦诚自己搞砸 专家分析 拜登目前急着向各界展现 所以礼拜五还会接受 ABC电视台专访 证明自己保刀未老 拜登的喊话似乎传到支持者心里 但继美国时代杂志之后 英国经济学人最新封面 也放上一把带有美国总统标志的 助行器 很酸拜登一把 迪士尼创办人的孙女 阿比盖尔 也威胁如果拜登不退选 就要停止捐款民主党 美国总统大选之乱 俄罗斯总统普钦全看在眼里 还说希望拜登连任的想法没变 继续滚山关虎斗 看得出来在辩论之后 确实对拜登的选情是雪上加霜的 而尽管白宫一再坚称说 拜登不可能退选 但是有关于大金主要求 说考虑换人这件事情 也是陆续有人表态 这也让第一夫人吉尔 近日是积极的奔走旧服 在惨烈的总统辩论会后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还是不吝息给丈夫爱的鼓励 吉尔罕见积极出来助选 但党内也有人质疑 这位第一夫人过度保护拜登 2020年曾有示威者冲上造势讲台 当时第一个上前护驾的就是吉尔 共和党人狂酸吉尔根本是幕后总司令 并暗奉他形同虐待老人 现在连最大金主Netflix共同创办人也不相挺 除了再有第二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要拜登别选了之外 民主党金主之一网非创办人哈斯丁 也对纽约时报表示 拜登必须让位让有活力的民主党领袖 打败川普确保安全及繁荣 拜登中午将接受ABC专访 他自己也在评估是否真的该退让 但一位中国美国众议员 在最近的日子 他们认为 可能只要拜登在这个赛选 不过共和党乘胜追击 又推出全新竞选广告 主攻的对象却变成贺锦丽 CNN资深政治分析师认为 拜登若退选党内对贺锦丽的团结 会比预期还要好 毕竟该思考的还是怎样赢得大选 原新闻 综合报道 也是大选如火如荼进行 距离委内瑞拉的总统大选 剩下24天了 现任总统马杜洛在4号 也正式地展开了竞选活动 渴望连任第三个六年的任期 而今年是有超过 2100万名委内瑞拉人 登记投票 由于境内长期危机超过770万人外流 其中也包含了大约是400万的选民 预计潜在的选民人数将减少到 约1700万人 就在举行大选之际 委内瑞拉政府也表示 同意和美国改善关系 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沟通 而委内瑞拉从2019年1月 和美国断交之后 美方不断加大对委国的经济制裁 包含禁止原油的出口 如今美委两国政府代表 已经透过线上重启对话 还要看到是英国也在大选 目前进入到的是 人工计票的阶段了 预计在当地时间 周五早上六点就会有结果了 而投票结束之后 英国电视台公布了出口的民调 预计主要的在野党 工党将会以170席之差 大胜执政党 那如果是如此 等于是英国14年来 首见政权变田 英国大选出口民调一出来 聚集在酒吧的工党支持者 立刻爆出欢呼声 他们如此雀跃 是因为在伦敦时间晚上10点 英国大选投票结束后 电视台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 工党将大获全胜 BBC和Sky News联合进行的出口民调显示 工党将获得压倒性的410席 比目前席次增加209席 至于执政的保守党则是大减241席 预估仅会获得131席 如果这份民调正确 英国政坛确定变天 就连美国的CNN都以快讯报导民调结果 毕竟上次大选保守党获得365席 大获全胜 没想到五年之后完全变天 而且工党上一次赢得这么多 已经是27年前 目前英国正以人工彻业计票 工党可以拿下多少席次 台湾时间下午就会揭晓 至于英国大选的另一个亮点 就是各种宠物画面 因为英国规定选举当天 不能播报政治新闻 因此宠物陪主人投票的新闻 攻占版面 TV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4号宣布 印度总理莫迪将在8号9号访问俄罗斯 而这将是俄乌战争以来 莫迪首次访问俄国 普京和莫迪将讨论进一步发展 传统友好的俄印关系 以及国际和地区相关问题 俄罗斯和印度关系一向是相当密切 俄乌战争以来 印度也是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更加增强了 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 不过俄罗斯同时和中国大陆更为亲密 而印度是视中国为主要的对手 这也令俄印关系复杂化 轻松一下带你来看到是全球各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 这脚步不断的在加快也成为了下一代商机的新蓝海 正在大陆上海举行的2024世界AI人工智能大会上 就展示了1500多种创新产品 AI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号开始在上海登场 特斯拉第二代人形机器人Optimus再度亮相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从影片可以看到第二代Optimus 所有手指都具备感知触觉 可抓握更精细的物体 而且重量比上一代少10公斤 行走速度快30% 中国大陆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不遑多让 这款人形机器人高182公分 重80公斤 能像人类一样行走奔跑 跳跃或承受冲击 并且轻松抓取放置各种物体 比如说完全一个复杂的家政服务 这个房间收拾 或者说工业场景用智能制造这样的一个任务 需要大模型类似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把大家统一的调度起来 人形机器人可做体操伸展 从桌上捡食物品 四角机器人既能站立 还能在楼梯快速移动 另外这款搭载Robot GPT的机器人 还能辨识人类指令 下决策并执行任务 根据一份2024到2029年 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报告估算 203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 渴望达到3000亿人民币 成为科技业下一个金积木 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全世界重大机遇 也是全球性的重大挑战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开幕会致辞表示 各国应该在AI领域相互协作 联手克服难关 但美国将进一步封锁大陆发展AI晶片 人形机器人恐成为中美角力新战场 TVB新闻综合报导 新战场还要看到是 欧盟将从周五开始对中国大陆 制造的电动车进口 课征高额的临时关税 这也是欧盟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贸易案件之一 可能会造成北京关系日渐紧张 欧盟在周四证实了 根据反补贴的调查 将对调查抽样的三家 中国大陆电动车制造商征收临时的关税 在现有10%的税率上征收临时关税 而欧盟周五起将对吉利以及上汽 征收19.9%和37.6%的临时关税 对比亚迪的税率则是维持在17.4% 其他配合调查但没有抽样的电动商 将是被征收20.8%的加权平均关税 不配合的企业也要额外被征收 而临时关税在周五开始实施 最终的关税将在11月展开 北京方面表示将把握未来四个月 来展开协调谈判 来看到是在南韩接连的发生了冲撞的事故 像是这种汽车冲撞了托尔索的外墙 另外还有是一辆计程车也在医院外发生爆冲 而这些事件的共同点都是高龄驾驶 建车的保险感脱落 后视镜几乎全毁 地上满是碎片 因为外墙甚至被撞到碎裂 南收尔市厅站2号才刚发生冲撞人行道事故 造成九死六伤 没想到又发生冲撞事件 这次同样是高龄七十岁的驾驶 他在医院急诊室前面正要倒车时 接连撞上停放的四辆汽车 造成一人重伤两人轻伤 司机声称是自己加速太快 药物检测中发现驾驶有服用马飞 另外还有一台车撞到托儿所 司机与同车的妻子都受伤送医 幸好当时托儿所内没有人 附近也没有行人 驾驶警察没有酒驾或吸毒 而市政厅的冲撞行人事故 也引发质疑 认为行人呼烦没有作用 那和丁一夫人也特地前往 市庭站事故现场献花 为死者表达哀悼 TVB新闻综合报道 最近海上作业不太平静 基隆拔斗子级的浮扬266号渔船 在今天凌晨在彭嘉宇的东北方 288里出作业的时候 遭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公务船登检 而渔业鼠说疑似是这艘渔船 怀疑违规月节 接获通报有渔船被拦截领检 海巡全人位置准备要派出舰艇支援 只是警察发现这艘渔船 疑似已经越界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内 海巡署5号凌晨接获通报 基隆一艘扶养266渔船 在彭嘉宇东北方288里 被日本海上保安厅 鹿尔岛管区的公务船登检扣流 这艘渔船是在6月25号 从基隆八斗子出港作业 船上有两名台籍船长和轮机长 还有六名的印尼籍员工 当下日方先要求配合调查 将船长和轮机长带走 到了清晨六点 再将其他六名船员以及渔船带回 我国语 日本的经济海域有重叠 因此有协议占定执法线 而确认之后渔船确实越界 开到执法线1.5里以外 进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内 因此才会被日本公务船登检 船主也同是家属的 现在我们的渔业署跟海巡署 也在积极的 跟那个日本在协调中 不过因为渔船超过执法范围 因此海巡署没有派舰护鱼 整起事件到底如何 目前日方也还在调查当中 TV新闻流行魁蓝亭 基隆参观报道 同属美国长期盟友的 菲律宾和日本正强化彼此的关系 日本和菲律宾的外交和国防部长 8号预计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举行2加2的会谈 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说 菲律宾维护区域稳定安全的角色 相当重要 目前日非两国关于防卫和安全事务的相互转入协定谈判已经接近尾声 菲律宾的参谋总长则说 希望能在下周2加2会议中签署 让日本的部队能够到菲律宾一同进行训练 也将菲国的部队能够到日本共同集训 说到日本在3号的时候发行了新超 有很多人是特地排队5个小时去领新超 不过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要到日本的话 很多店家也说他们现在相当的困扰 因为包含了自动点餐机 其实设备都还来不及更新 打开自动点餐机 将就超处理装置 更换为可以侦测新超的新装置 日本换新超店家得自己花钱升级设备 一个机台要更新 就要花4万台币左右 加上申请店家太多 晶片供不应求 很多餐厅还来不及换 店家因为人手不足才使用贩卖机 现在却要增加人手来收新超 而路边的自动贩卖机 现在也只有不到三成可以收新超 在日本换新超市一件大事 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用现金消费 去年一整年日本的现金交易量 占消费总额的六成 很多贩卖机餐厅或诊所 不能刷卡只收现金 新超发行首日 还有人排五小时才领到新超 不过能使用新超的自助点餐机 现在只有大约五成左右 新超要能创行五组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体育辈的新闻综合报道 那要解决人力的问题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是 北海道的这家另类餐馆 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餐点 都是自动机器调理出来 这家位在炸黄市区的中华料理店 今年春天开幕营业 虽然每天贩售的餐点种类不多 但会日日变换菜单 价位定在相当平民的 500日元均一价 店里不见厨师 也没有太多人力厨房 只有备料跟端出料理的服务人员 不责烹调客人餐点的 就是画面中的自动调理机 自动机器的调理方式 重点在正中间的回转铁锅 操作者只要跟着指令 依需倒进食材即可 机器本身也设有胡椒 还有盐等等调味装置 以0.1克为单位 同样依照事前设定的流程 适时加进必要的调味料 整个调理过程 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能完成一份餐点 厂商特地找来料理名厨当顾问 负责菜单开发 希望机器料理也能打造出 人人都爱的大众美味 虽然菜单选项不多 采访这一天除了炒饭 炎烧炒面 还有日本民众最爱的回锅肉 以及马婆豆腐 客人来到这里想要饱餐一顿 不需要等太久 热腾腾地炒饭 很快就上桌 至于机器厨师 调制的餐点 HBC的记者当然也要亲自品尝 最新研发上市的自动调理机 要价500万日元 能够设定超过上千种 包括中市 西市 还有和风的餐点调理程式 日本餐饮不夜长期 人手不足 而自动调理机的出现在餐点口味 达到一定水准的前提下 并认为是目前解决人力问题 最有效的方式 另外机器厨师 料理话题十足 加上便宜美味又快速 店家也希望能借此 吸引更多人上门尝鲜 TVS新闻 许启方综合报道 镜头回到国内 租屋足又要被八层皮了 因为行政院主计总厨 公布了5月 房租类消费者物价指数 上涨了2.6% 这也是28年来的最高 但是这样的生活必要开销涨价 势必也会影响到租屋足的生活品质 那我们这一间 我们是在这个中校灯化这边 然后它是双人 就是双人床的一个房间 那我们是个大边间这样子 那它除了就是房间的空间 我们这边还有一间厕所 有做干湿分离 双人房 衣柜以及厕所 还有一个小厨房 配备齐全 再加上双面的采光加持 更重要的是 走路到捷运站 只要约5分钟 因此租金行情逼近2万元 因为租金会涨价 通常还是反映在供需上面 那因为双北市的需求 还是很强劲 那现在我觉得涨价幅度 其实比较常看到的是在 房子如果比较漂亮 就状况比较好 或是房子本身比较新 我觉得因为之前的 那个地震议题会影响 其实像我们自己也满多房客 就会担心说老房子会倒 对租客来说 租金是每个月的开销 而主计总处公布 5月房租类消费者物价指数 涨2.6% 也是28年来最高 比较常听到的房东会反映的是 因为那个升息 所以他的成本变高 那他希望想要涨租金 那涨租金能不能顺利的涨 其实还是回到供需问题 假设他涨到一个租金 那因为对房客来讲 他发现说 这个租金即便涨到这样 但是他放眼周边也没有 就是同样租金也租不到更好 那他就会接受 房租类的涨势 其实从2022年的7月开始 就突破了2% 而且一直维持在高档的状态 唯独只有2023年的6月 还有7月稍微略低一些 不过涨幅仍然有1.98% 以及1.99% 依旧是逼近2% 除了需求决定租金行情之外 房租涨势迟迟无法收敛 也包含近期整体物价涨幅大 使得房东生活成本增加 其次是住宅维收费涨幅仍然很高 两年多来已经涨超过一成 第三则是升息和房价上涨 增加了房屋的持有成本 我们知道这几年经过了几波升息 所以其实普遍来说 房当们就会希望抓到2.5%以上 那2.5%以上以1千万来 假设他今天是这个贷款 1千万买房子好了 那以1千万来说 他可能就希望他一年的租金 可以收到超过25万 那如果要收到超过25万 平均他每个月他租这个房子的话 他至少在贷款1千万情况下 他就要租到一个月 差不多2万多块钱 他才可以去cover 他所谓的这个租金投报 连续的升息影响房东的心态 对于投资者来说 墓地当然是为了赚钱 当然不希望利益受损 如果这边本身在租赁这些房屋的人 他都基本上非富即贵 比方说像一些这一个 以内科周末来说 因为内科他可能这一个 大家居民的这个就业主权的所得 其实是表现不错 那当然还能够负担比较高的租金 对于当地的这个租赁物件的行情带动 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不过房租的涨势 毕竟是压缩到生活的成本 房租的增加 对2024年通膨影响也值得关注 专家提及房租与通膨之间 正在呈现相互螺旋上升 通膨上升房租也会提高 如果薪资没有调动 或薪资调动的幅度没那么高的话 事实上对房客会有很大的冲击 那原本在政策上的话 就是在国外有两个工具 是在处理租金快速上涨 对房客的协助 那比较严正比较力道比较猛的是 租金管制 或是合理租金条幅的定定 但是在台湾的话 恐怕不分蓝绿白黄的政府 没有一个人谁自正敢做这个 这么大手笔 会得罪房东的事情 目前政府以较温和的方式处理 像是租金补贴 以及租金扣底所得税 但也担心租屋黑市无法起作用 如果那个物价食品的价格在上涨 他可能不要吃那么高级 那或者是少吃一点 但是租金是你每个月到了一定期间 一定那个金额就要交给房东的 一块钱少不了 所以这个部分租金上涨的话 会很严重排挤到 那个整个一些工作者的消费 房租的上涨不仅仅是数次的改变 连带波及的是人民的生活品质 薪资没动静 房租又持续涨 只会越来越辛苦 TVB的新闻 郑盛为珠光宏 谢丹慈特报导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很难得 要来直集环台军演的现场 我们马上要连线TVBS 特派记者婷婷和富华 婷婷好 最后还有各位Focus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要请教你 是这一次的环台军演 一共是29个国家的参加 而意大利首次也派出了军舰参演 那么TVBS是不是也获邀登上了 他们的最新型巡防舰呢 要来请教你 没有错 我像作文所说的 我们登上了意大利这一次 有派到环台军演的巡防舰 它叫做ITS Montecuccoli 那可以看到呢 这艘的军舰其实是意大利呢 过去他每次来到环台呢 过去只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 这是意大利首次派自己的巡防舰 来到环台军演 那主要是要展现呢 意大利对于印太地区 自由开放的支持 而且他们也是非常关心 有关于这个开放的 和航行自由的相关问题 不过我们就来 来大家来了解 有关于这艘军舰的特性 我们来看到呢 它是一艘巡防舰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的新 有多新呢 它在2023年的9月才服役 所以等于呢 到现在啊 它还服役不到满一年 那我们登上军舰的时候 能够不仅是能够感受到 这艘军舰的新颖 而且在设计上面呢 也能够看得出呢 它很多现代化 甚至有未来趋势的走向 首先我可以看到过去呢 我们登上军舰 有个比较刻板的印象 就是它的楼梯间啊 都是非常的狭窄的 但是呢 这一艘军舰上面呢 它的楼梯间 其实非常宽敞的 我们爬上去 感觉上是 以前我们爬 爬其他的军舰 可能像我们 不管是扛脚架 或是相关的器材 基本上是要抱着 才能上去哦 所以空间非常狭窄 但是呢 在这个Monte Cucco里上面呢 其实就感觉上 像是走在自家的那种 公寓大楼的楼梯一样 真的是相当的舒适哦 那另外的是 这个意大利的军方呢 也特别让我们 去它的剑桥 还有战情室的位置哦 这个部分呢 他们当然就把一些机密的 机密的东西 全部遮起来 但是呢 光是这个战情室的设计啊 就让我们所有记者都觉得 哇 眼前为之一亮哦 因为我可以看到呢 它踏进去之后 我们还一度说 你确定这里是个战情室吗 因为它宛如电竞场哦 怎么说呢 因为呢 它的相关的设备 它是采用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平板电脑 大大的平板的这种电脑呢 它有大概十几台 然后全部都是触控式的 它当然还有滑鼠 还有键盘等等的 那他们当然就每个区域 都有各自的一些 分工的部分啊 所以有些可能是处理 像是武器 有些是来管身啊等等的 不过呢 可以看它的战情室呢 就感觉上是跟其他的军舰 非常的不同 如果再续续往前走呢 光是它的舰桥 也就是这个舰长速的位置 还有他们要如何的驾驶 这艘军舰呢 它的里面的设计呢 也是相当的现代化的 他们不仅是有那种 传统的那个掌舵呢 另外还有个特别的是 它有它的这个风向盘呢 我们看到方向盘 我们还特别笑说 这个是不是像是 法拉利F1赛车手的 那种风向盘 完全是跟那种 赛车的方向盘 长得差不多 那舰长就跟我们透露说 它其实不只是这两个 必须要手持的方向盘 它另外还有一个像是 飞机上面所用的这种 驾驶舵 所以它只要一打开 它其实是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根据它要如何去调整 它军舰的方向 以及速度 航速等等的 它都可以自由做选择 不过我们来看到 不仅是它是一个 这个现代化的军舰之外呢 其实光是武器系统呢 它也是蛮先进的 所以包括呢 它有搭着一个 Slyver A70的舰炮 另外呢 它还有这个相关的 垂直发射系统 所以确实可以 Slyver A70的垂直发射系统 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呢 这条军舰 它在它的防卫能力呢 也是相当的先进的 那其实这一次 Motecucoli会来到环泰军舰 过去呢 原本有一度的一些传言 甚至揣测说呢 其实意大利是要派出 它的Covor的打击群 来到印太 确实是有来 但是我可以看到呢 这个Covor的 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其他的军舰 包括它的航空母舰呢 都是潜航到新加坡 去进行拜访的 只有Motecucoli军舰呢 是来到环泰军舰的 那他们就表示说呢 他们这次并不会参加 像是重头戏提成演习这一块 他们比较是一个 观察员的身份 但是还是决定派军舰 前往到环泰军员了 那他在结束这相关的演习之后呢 他才会回去跟Covor的打击群 来进行会顾 然后再次再继续的 他在六个月的印太的远航 远航行程 所以可以看到意大利呢 他还是采取一个比较观望保守的态度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呢 他是非常关心了这个印太局势 但是他也没有完全的想要太介入到其中 不过就像我们刚刚回到一开始讲的 其实意大利的军方呢 他们还是对于如何保持开放的印太地区 还是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进分努力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来谈到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了 就是意大利的军舰上面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有这么多先进的设备之外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 比较软性的一个观察 就是有关于这个军舰上面呢 意大利人果然是有意大利人的坚持 来看看他们就带我们去参访 他的一个休息室里面 那当然就像是一些欧洲的休息室 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啤酒吧的设备 但是呢在制造军舰上面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设备 就是意式咖啡机 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呢 对于他们的咖啡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坚持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们看到这个意式咖啡机 就摆在他的啤酒吧旁边 然后呢他们的舰长 还有他们船员告诉我们说 对因为他们觉得有能够在这个船上呢 能够有一杯好的意式咖啡 这样子是他们持续努力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可以看到呢 在意大利的军舰上面 他其实不只是有这个 刚提到的很新兴的设备 像是其实他有给我们看他的 这个直升机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反舰的飞弹 就是意大利自制的一个反舰飞弹之外呢 他其实在一些软硬体上面的一些生活的部分呢 他也是有顾到船员们的 他们的生活所需的作用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婷婷 带我们来看到第一线的意大利巡防舰 谢谢辛苦了 谢谢 好我们刚刚说到辛苦了 主要就是呢 不只有意大利的巡防舰 其实呢婷婷还要带大家来看到 是美军的普林斯顿号巡洋舰 你一定要看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可能 这艘军舰最后一次参与环泰军演 TVBS采访团队在环泰军演登上普林斯顿号巡洋舰 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一直在改变 现在是在设计上的设计 这是公司的设计 但设计上的设计上的设计 有些设计上的设计 海海升溫的緊張局勢 艦長說得非常保守 我們會以國防守的領域 這個艦隊是能夠 一定會成為重要的艦隊 不只開襄普林斯頓巡洋艦 停靠在珍珠港邊的 費茲捷羅號最大彩蛋 就是原本魚叉飛彈的位置 換成最新型的海軍打擊飛彈 NSM 而且發射位置是 隱身在甲板後方 全新裝備在環泰平洋軍演中亮相 實際效能也備受期待 TV備上洪福華 劉婷婷 夏威夷 採訪報導 天氣這麼熱 很多人是不是都躲在家裡 吹冷氣呢 但是這裡卻是擠滿了 高雄啤酒節為期三天的活動 有超過30組國內外的藝人輪番登場了 也讓很多的粉絲前一天晚上 就到現場卡位 在棚子內撐傘遮陽自備小風扇 手上扇子更沒停過 粉絲們一大早八九點就聚集 快被高雄好天氣熱翻了 現在都一直跑高雄 受不了 太熱了 三月那個櫻花季有來過 有經驗 風扇然後涼感貼 然後就是等一下給她去買水 三月才到高雄參加櫻花季 七月暑假更熱 特地準備涼感貼 七月五號早上八點 高雄燈塔側站就飆到38度 有的粉絲鋪地墊放凳子 就到百貨公司吹冷氣 早早來卡位 就是要近距離看到韓國偶像 應該說七月二號來的 就東西放著就過位子 然後其實好好喝個 你就可以先離開 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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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很喜歡你的泰銘 除了她之外還有沒有別人 沒有 就看她 這兩個姐姐從香港來了 喔 妳們從香港來了 也是為了要參加看她 高雄啤酒節為期三天 超過30組台韓太巨星 韓國藝人就有8組 第一天有FT Island SO 蔡烈Shiny 泰銘 週六 媽媽沐沉原 輝人 SO 秀明 漢券 週日 則有饒舌財子機口 韓國女神 Jessica 會和金曲樂團告舞人跨界合作 主辦方特地擴大帳篷區 準備冰棒 礦泉雪藥蟲粉絲 大概前一天 前三天就來排隊 所以我們特別在這個路上設置了 各21個帳篷 由於活動舉辦在購物中心外廣場 不只拼盤音樂會人潮 還有假日逛街民眾 警方部署152名警力維護秩序 會場周邊也會隨時酒測 千萬別嗨過頭 以身釋法 TVBS 阿彰銘 宋阿軍 SNG 小組 高雄報導 剛看到大批的粉絲 擠進了高雄啤酒節 當然就發生了插曲了 因為在這個現場 就是人潮一時太多了 但是場內的停車找飛機 只有一步導致粉絲大排長龍 等了半個小時以上 ESO成員燦烈一走進大廳 粉絲立刻大聲尖叫 他不斷熱情揮手 歌迷紛紛拿起手機 錄下他的帥氣模樣 搭乘同一架班機 在4號晚間11點左右抵達的 還有Shiny timing 戴上口罩帽子 他低調揮手 同樣也在熱情歡呼聲中 離開機場 1點多快2點 很期待 他們很久沒來了 再7年 粉絲大陣仗湘瑩 準備騎機車離開可慘了 現場大排長龍等著繳廢 因為現場只有一台繳廢機 頓時大批粉絲要離場 導致整個動線大塞車 加上天氣悶熱 大夥排隊排得滿肚子氣 有人一等就是30分鐘 甚至繳廢時已經是5號凌晨 被收了兩天共40元的停車費 就有粉絲認為 一台繳廢機實在太少了 這種情形很少 這邊比較少遇到這種問題 這邊算是員工停車場比較多 民眾同時間騎機車離場 導致延誤通行的情形 已經請停車場的委外經營廠商 掌握韓星到達航站的翻機時間 真派人力協助操作繳費 加速通行 啤酒街韓星陸續抵台 航空站也遇請民眾 可以多加利用捷運前往街機 避免交通融色 TVBS新聞許克城 莊聖雄高雄報導 接下來鏡頭帶您看到 是韓國的富川奇幻影展 在4號舉辦了開幕式 現場眾星雲集 包含女星森逸征 是睽違了四年踏上紅潭 另外台灣的女星宋瑜化 也受邀出席 登上了韓眉的版面 穿著白色景深禮服現身 面帶微笑 大方揮手打招呼 現場尖叫聲不斷 女星孫逸征睽違為四年 再次踏上紅毯 走到一半還停下來 對粉絲比出愛心手勢 韓國富川奇幻影展 4號舉辦開幕式 孫逸征作為演員特別展的主題人物 驚喜登場 絕佳狀態成為全場焦點 同場的女神還有台灣女星宋瑜化 這回也驚喜現身 但身分卻是有所不同 原來是要擔任評審 一身黑色魚尾裙 襯托出好身材 更登上韓眉版面 大讚她擁有甜美迷人的微笑 非常優雅 不過她在當地人氣會這麼高 全是因為這部電影 你喜歡誰的電影 石頭星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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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我的少女時代 在韓國播出 以42.7萬左右的觀影人次 超越不能說的秘密 成為在韓國上映的台灣電影中 排名第一的作品 可見人氣之高 大笨蛋 笨蛋 你什麼都不懂 幼稚 我說幼稚 另一部台灣電影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同樣也是紅到韓國 前期更是宣布翻拍韓版 找來女團TWICE成員多賢 飾演沈嘉儀 男星鄭勇則是韓版柯景騰 目前已經正式開拍 沒想到還有夢幻聯動 台版飾演男主角的柯震東 竟然飛到韓國 合體多賢與鄭勇 原本只是要去首爾旅遊 卻帶來大大驚喜 台湾那些年演員集合 也讓粉絲驚呼 一時之間真的不曉得 應該羨慕誰 TVB的新聞 盧隆昌審授綜合報導 體談焦點 巴黎奧運將在7月26號開幕了 而台灣的代表團名單 也正式出爐 一共是有60名的選手 拿到了參賽的門票 而去返程 選手可以搭乘商務場 柔道男神楊勇偉 備戰2024巴黎奧運 這次他將以頭號 種子身分征戰 加強練習 全力備戰 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比賽 就是要一直不斷的 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比賽 然後一地訓練 然後沒有辦法就是回家 巴黎奧運7月26號開幕 各國好手將一路比拼到8月11 體育署公布本屆選手 一共60人 26男34女 加上39名教練 遠征巴黎 16個項目包含舉重 羽球體操射箭 拳擊射擊 柔道桌球 田徑網球 跆拳道 游泳 高爾夫 說要全力準備 這次一定要比上一次更好 接發球的部分會多做一些變化 就不會光只有擰球 可能再加一些 白短或批償這些 對 我們當然都希望 在最堅強的 後盾的資源下 每個人都做商務艙 我們想就讓他們在 最好的環境下 做最充足的準備 巴黎奧運倒數 舉重郭信淳 羽球戴資穎 周天成 林陽佩 體操唐嘉鴻等人 60名好手準備上場 要拿出最好表現 GPS新聞 中華報導 歡迎回來新聞現場 我們要帶您先關心到的是 英國國會大選 有了最新的消息 由於工黨選情 勢如破竹 英國首相蘇納克 稍早的時候 已經舉行了記者會 承認保守黨的敗選 也已經致電給工黨的黨魁 施凱爾祝賀他的勝利 這等於是代表 14年來 英國的政權首度變天 雖然現在還在計票當中 不過根據目前的開票結果 工黨已經躲下了327席 超過過半組閣所需的 326席門檻 也等於是寫下英國政壇的歷史 再來要帶您來關心的是 全球暖化的議題了 氣候變遷的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有多嚴重呢 甚至是有專家直言 台灣未來可能沒有冬天 而今年因為極端氣候 水資源缺乏等等的原因影響 美國佛羅里達州 巴西全球最大的柳城之產地 產業來到了數十年來最低價格大漲 水果綜合堅果有機蔬菜打成的綠拿鐵 現在很多養生的人早上會來一杯 但有些人覺得自己準備多種蔬果很麻煩 會直接買分裝好的冷凍包 綠拿鐵業者不畏成本 用進口柳城 蘋果 奇異果等等 像是蘋果一週用掉兩三千顆 柳城五六百顆 只是這進貨成本現在也越來越吃不消 我們有在使用的奇異果 蘋果 柳丁 這三樣東西其實它的漲幅都蠻大的 從最開始 因為我們是從16年開始做嘛 然後到現在其實它甚至有一些品項 它是來到快要Double的價格 通常他們會講說 譬如說產量減少 這也是最常發生 像近幾年就很容易遇到 所謂的氣候異常 然後產量減少 對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譬如說其他國有在搶貨 業者透露以進口柳城來說 進貨價每年都在漲 但只能先撐著 而農產品看天吃飯的狀況 現在是越來越嚴重 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巴西 這兩個全球最大的柳城之產地 產量是數十年以來最低 巴西柳城農夫組成的團體 就說2024年生產的柳城 比過去高峰時期下降24%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極端氣候 水資源缺乏和柳城黃龍病影響 現在一貫340公克的冷凍濃縮柳城之 價格是4.28美元 大約台幣138.35元 比2020年狂漲五成 柳城價格每磅3.69美元 台幣119.35元 和2020年相比也漲了三倍 像是在2020到2022年的時候 在我們的黃豆主要產國 比如說巴西 巴拉圭等等 這樣的大國 他們因為整個年年的干旱的影響 其實三年內它的漲幅 從2020年到2022年 它的漲幅就高達了81% 其實黃豆的整個漲價 它其實是會影響到 整個畜牧業上面的發展 全球暖化 加上降雨模式改變 還有熱浪 乾旱的頻率 以及持續時間 都會影響糧食作物 而這樣的現象 在台灣也在發生 拉拉山的水蜜桃 它其實也有這樣的影響 那其實我們同樣觀察到 它其實也是因為出春的 忽冷忽熱的影響 整體的氣候因素的影響 那也導致它的產量是減少了兩成 那價格也翻了一成 就是各國政府依舊是照現在 這樣的減碳速度的話 其實到2035年每年的CPI指數 也就是我們的物價指數 都會上漲差不多將近3.3% 很快我們就要面對能吃的食物 越來越少 價格越來越貴 這就是氣候通膨 而環境部和國科會發布的 2024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中指出 台灣暖化將持續到這個世紀末 如果無法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台灣夏天恐怕長達7個月 高溫超過36度的天數 將增加75天 水稻產量在世紀中減少13% 玉米減少10% 我們研究熱浪過去可能是 6月到9月之間 那現在已經可能幾天 到了5月到10月之間 都會發生熱浪 而且越來越頻繁 然後強度越來越強 這個是一個全球的趨勢 如果全世界的碳盤 沒有好好控制住的話 那有些推估說可能2060年左右 這個冬天就 可能就沒有了 台灣的冬天就沒有了 但是即使到世紀末 我們升溫如果能控制在2度C 眼前看1.5度C 是已經不可能了 可能借在2度到3度之間也不一定 那麼在2度C的情況之下 那冬天也可能只剩下40天到50天 未來台灣可能沒有冬天 能源負載能否支撐 還有糧食危機物價壓力 減碳不是口號 全球都在危機中 TVBS新聞張正恩王一傑 推不倒